胖 多宝道人额头青筋蹦起 手指微微颤抖着 刚下就要站起来掀桌子 他在洪荒混了这么多年 看过祖龙斗使缝 见过祖屋队妖黄 见证六圣崛起 洪荒哪个嘎踏脚 没有过他畅游与宝物堆中的圆润身姿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 胖道人 他这是胖吗 如果不是为了再每次 跟宝物们亲密接触时 让每一件灵宝与肌肤的摩擦 都能有最顶级的享受 他会保持这种身材吗 懂那种 躺在宝物堆上 让宝珠在肚皮上 弹来弹去的快乐吗 道门大兴至今 就连师尊也只会说一句 宝啊 怎么最近又圆润了一点 什么时候用不这个胖子 多宝道人怒从心起 却又想起 自己此时正在挖结 娇娇运被拖累的内幕 忍耐着没有去发作 当着他的面说 胖 那不就是指着玄兜大法师说 指着广城子问 大师兄 你上面怎么还有个师兄 指着黄龙说 观赏 指着太乙真人说 你咋阴阳怪气 啊 好像最后一个也没什么 忍耐了半个月的多宝道人 差点一桶流炸 还好李长寿阻拦及时 用仙石疯狂传声 师兄 师兄 别这样师兄 这位实际仙子 是在说您朱元玉润 忍住 忍住 只差最后两步了 啊对 胖子还有个含义 经常用来形容仙子美貌 像什么月中仙子不仅你一半 也可以理解成月色之美 你独占一半 是雅的 绝对是雅的 小不仁则乱大事 咱们今日是来调查的 并非一定要出手啊 听着心底 李长寿先时 传来的阵阵疾呼声 想到此前的约法三章 多宝道人的道心迅速恢复 长庚说得不错 小不仁 稍后就少干掉几人 这已是动了杀意 李长寿心底轻叹 结教果然是一言不合 就开始斗法 最先想到的 就是干架 但让李长寿略微惊讶的是 多宝道人 迅速露出温和的笑意 顶着伪装过的面容 抬头笑道 前辈 晚辈当才 怎料时机又到 还要狡辩吗 莫非是觉得 来此地 只是为了给自己 谋个身份 增添跟脚 平道的道 就不值一提吗 李长寿 虽然知道 这时机此时 有可能是心情抑郁 想找个发泄点 但这 算了 救不了 等死吧 自己还是早早拿出第二套备用方案 改变顺藤摸瓜的思路 采取雷霆手段 打掉此地团伙 后续将事情彻底闹大 动用整个结教的力量 清理门户 多宝大师兄 那是什么人 结教大弟子 三教有术的高手 根据李长寿几次观察 多宝的实力 应是在广城子之上 稳坐道门弟子的第二把交椅 若多宝此时爆发 直接显露身份 将实际在内 以现身的四名结教仙 直接打杀在此地 李长寿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 大师兄也是要面子的 但让李长寿有些惊讶的是 哎 这个 前辈您恕罪 多宝道人应了两声 面露尴尬 站起身来 对着时机深深地做了个道一 忙到 晚辈刚赶来此地 一路驾云行得急了 心神尚未安宁 请前辈恕罪 恕罪 李长寿暗中挑了挑眉 对多宝道人 更增三分警惕 且做 听好 时机并未继续多说 如此道了句 就开始讲述自身修行心得 那些注视多宝道人的目光 也尽数收回 各自侧耳倾听 对这次昂贵的听讲 大多倍感珍惜 李长寿对多宝道人传声称赞道 师兄当忍则忍 令人钦佩 哎 多宝道人表情如常 却在心底一叹 刚刚其实想出手 突然想到了 时机也曾在老师座前听到 称我一声大师兄 李长寿也跟着轻叹了声 并未多说 只是静静等待着 且说这时机讲道时 倒也会有一些 浅淡的花瓣飘出 倒是能证明 这位原本封神大劫中 惨死在九龙神火 照之下的时机娘娘 本身也是 有些道行在 李长寿清晰地记得 这位时机娘娘 老惨了 在小哪吒的故事中 哪吒在陈塘关射出一箭 将时机娘娘的 价钱童子避云误杀 时机娘娘去找李静问罪 李静很痛快地 就交出了哪吒 时机与哪吒斗法 轻松将小哪吒的乾坤圈 魂天灵收了 追着哪吒 去了乾淵山金光洞 本来 时机见到太乙真人就行了礼 称道兄 好伤好良言说哪吒的罪过 反被太乙真人开团 最后惨死在九龙神火照之下 简而言之 太乙真人 就是时机娘娘 命中杀心 而就凭李长寿 对太乙真人的理解 如果故事在案 原本的轨迹发展下去 产劫不免一战 拥有出色先下手意识 且百分百能成功 激怒对手的太乙 绝对会先下手为强 不过 就当前大劫来临前的形势 李长寿想到了 自己一连串的后续规划 这时机娘娘 是否会出现在哪吒的故事中 当真不太好说 更何况 这时机能不能活过当前这一劫 都还是未知之数 时机娘娘这一讲道 转眼就是六个时辰 待日暮西斜 太阳星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投影 归于远山 山谷中的云雾 也渐渐散开 时机自草炉中缓缓起身 黑群褶皱 宛若水波 一般飘散 面上薄雾依然未散 应听时机讲到的缘故 此时有一二十人在悟到的状态 多宝道人 此时也做出这般模样 深周飘着少许浅薄的道运 似乎还能有所突破 时机脚下声云 朝着山谷深处而去 转眼没了踪影 而此时 李长寿身上贴着的玉片 又带来了远处传声言说的话语 就听时机对旁人道 好了 今日之事我已做完 稍后若再有这般事 师弟莫要去信询我了 师姐莫急 我有一言 师姐可否听完再离去 讲吧 时机的嗓音中略带无奈 就听那节叫先道 师姐 我知你性情高洁 不愿为了临时宝才位 旁人讲道 可师姐您想 您开谈讲道 造福的其实是这些 想混得生命的散修 咱们得的是 他们所奉上的孝敬 扬出去的是咱们节叫声威 咱们节叫万仙来朝 不在意多几个寄民弟子 这就是只有好处之事 哼 时机轻轻皱眉 柔声道 若你今日招来的 都是些真的有悔根 有悟性的炼气室 没有收他们给的好处 我还会信你这般话 此事若让内门的师兄师姐知晓 他们该如何看待 这不是将咱们节叫 三代寄民弟子的身份 明码标价 换作零食 咱们节叫的教义 是为圣灵截取一线生机不假 却非是这般截取 听闻此言 多宝道人暗自一笑 对李长寿道 看来 这时机还不算腐朽 李长寿笑了两声 继续听着 那男仙又道 师姐你这般说 其实也有些不妥 这天地间 修行莫非只看悟性 才与地也是重中之重 师姐 这里是您这次讲到的一些 拿回去 时机定声道 你再侮辱我 您先打开看看 啪 嗡 李长寿的风宇咒 总算捕捉到了少许动静 正是山谷深处 也传出法力对撞的波动 风宇咒又听到一声 有些软啪啪的鹤马 收起你这些灵石 莫要脏了平道的眼 告辞 那男仙着急地传声道 师姐 师姐你莫要着急 是师弟 我言语不当 还请师姐莫怪 师姐 正此时 山谷深处 闪过一抹黑夜 时机架云而起 面色冷峻 赶向了天边 丢下一句 今后莫要再来寻我 多宝道人见状感慨万千 看来 就如老弟你所说 参与此事之人 也不能一概打杀 需要区分对待 李长寿也是感慨万千 这天道的收束之力 果然厉害 时机在 作死边缘疯狂试探 最后却能化险为夷 留着时机 在合适的时间地点 被该杀的人杀掉 以得出天道想要的结果 天道刚刚对时机有所影响 李长寿自是不敢确认 他只能开启空明道心 检查下自身是否被捷运驱使 长庚 下一步该做什么 多宝道人问 李长寿斟酌一二 答曰 上侧继续隐忍 此地这几人都已做了标记 刘颖球也记下了这些情形 但说服力明显不足 中侧找一把钥匙 缩短探查摸底的间隔 多宝道人传声笑道 那就选这个中侧 倒是要辛苦这位时机师妹了 师兄想如何做 还是用此前说辞就是 多宝道人睁开双眼 自蒲团上站起身来 低头左向山谷之外 长庚先想个主意 将那时机挽留住 莫要让他离得太远 李长寿沉吟几声 对多宝传声一二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多宝道人听了几句 就是眼前一亮 来时须欲浮 走时却是毫无阻碍 出了山谷 多宝道人驾云赶去天外 尽直朝那不中摇的 云州楼船而去 待多宝道人 距离云州不过千里 不中摇与彩摇 已是在船首等候 某个少门主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已经在想着 自己能请一位 高明的炼丹师回去 能得自己 门主父亲哪般夸赞 突然间 侧旁有道流光飞尸而来 云州上的众护卫 尚未来得及做出应对 彩摇与不中摇 刚刚转身 就见石杖之外 凭空多了一抹 身着黑衣的倩影 不中摇抬头看去 只觉得突然现身的女仙 身段窈窕动人 威压破为浓郁 且刚刚先时 也见她从那山谷中飞出 结角高人 实际娘娘 彩摇反应也算迅速 立刻欠身行礼 高呼 弟子拜见老师 实际微微一愣 却是不记得自己 在何地 见过这不过真仙境的女仙 她轻轻汗手 道一声 劳烦 且在船上为我寻意间近视 但那胖到人回来 就让她单独来见我 此前 见她就觉得眼熟 突然想起 我与她师爷是故交 彩摇连忙看向身旁的不中摇 后者总算回过神来 对实际做了个道一 连忙侧身做请 口中招呼个不停 少请 实际娘娘选了一处幽静的小隔间 抬手布置了一层层结界 静静坐在木窗前 先时 锁定在慢悠悠飘来的胖岛人身上 不自觉 她额头细眉轻皱 心底回想起了 片刻前听到的那几句话语 就在她离开这片天地的一瞬 一到仙时 突破她身周布置的仙力 突破她护身法宝 化作传声 钻入她心底 正是那胖岛人的嗓音 实际仙子 平道乃天庭天将 经奉天庭水神 人教圣人弟子之命 暗中调查一家 先蒙先道势力 是否背叛先蒙 道向西方教 今日已得出结果 正缺脱身之法 恰好路过此地 想请仙子 协助一二 带平道顺利脱困 定禀明水神大人 给仙子重礼筹献 此事关系重大 切不可声张 还请仙子 先去这方势力的少门主 所在云州 凭仙子的身份 要移出雅间 我立刻赶去与仙子 会合 见面详谈 自知真假 然后 实际就信了 这让多宝道人 感觉毫无挑战性 准备下次换成我 天庭水神 去雅间后着 保不齐 还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多宝道人刚上云州 不中摇就与彩摇 向前迎来 言说实际娘娘在等她 此时 这位伪装过后的 结教大师兄 表露出几分惊讶之感 又恰到好处地 露出三分喜色 两分紧张 也算毫无破绽 实际娘娘 为何在此地等平道 似是与道友的师父有关 不中摇催促道 道友快些进去 莫要让实际娘娘久等 这可是实打实的 结教高人 绝不能得罪 少门主放心 多宝道人 煞有其事的拱拱手 心底想起 李长寿的笑声 快不敢去 实际娘娘所在之地 后面之事 倒是颇为顺利 有李长寿在暗中帮衬 多宝道人 将天庭卧底演绎的 毫无破绽 在船舱中 过了不过片刻 实际娘娘带着 胖道人离了云州 借口去拜访 胖道人的师父 临行前 多宝道人 拉着不中摇的胳膊 反复叮嘱 说自己稍后自会来寻 让他莫要忘了 此前商量之事 这让不中摇一阵欣喜 表面风度翩翩 暗地里咬碎后槽牙 硬是在本就 一步宽裕的积累中 拿了一份厚礼 给多宝道人的师父带上 对此 多宝道人虽然嫌弃 但还是感激 替林的接了过来 论大师兄的眼界 等时机带着多宝离开 顿入这片天地之外 站在船首的不中摇 和采摇对视一眼 前者露出淡定的笑意 后者却是轻轻皱眉 夫君 采摇道 万一他不回来 咱们如此多的灵食 岂不是白用啊 短是 不中摇淡定的一笑 注视着时机离开的方向 淡然道 今日不过些许灵食 他日 咱们或许会多一方助力 甚至 这人 将他师父也一同带来 也不无可能吗 采摇文言微微皱眉 不由想起了自己表妹的师兄 莫名安稳了些 有这般关系 又有结教时机娘娘 这般高人现身 对方总不可能是个行骗之人 且说时机带着多宝道人 一路急飞 渐渐飞出数万里 离了普通金仙仙事 能探查的距离极限 于虚空中 时机转过身来 轻声问 道友 我送你到此地如何 多宝漠然无语 时机又问 若是此地不行 道友可说个递解 我左右无事 都可送你过去 左右无事 多宝道人面炉威严 冷然道 所以 你便去帮人开坛讲道 时机秀眉轻皱 此时总算意识到了 眼前这个胖道人不对劲 立刻全身警惕 手中摸出一把宝剑 向后退出数十丈 不必多挣扎 多宝道人左手张开 五指轻轻闪烁采光 方圆百里内的虚空 被完全封禁 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 在多宝道人身上 缓缓散开 时机面色大变 立刻就要出手 却又见面前 这胖道人面容 突然出现变化 化作了一张 自己此前见过十数次 且无比熟悉的面孔 大 大师兄 跪下 多宝道人一声大喝 时机仙腿一弯 在虚空中直直跪落 他手中的宝剑 都有些拿不稳 面容与深周的遮掩法术 瞬间消退 露出一张楚楚可怜的俏脸 李长寿却是无心欣赏美景 只是在暗自比较 多宝道人版本的贵下 确实比云霄仙子的贵下 少了不少威士 不太专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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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